200呎納米樓賣1000萬 這間樓為什麼這麼值錢? 它差點就在12樓下跌了 它竟然夾在家裡的梳化底 還有它倒掛在鐵閘之上 安全舒適的家裡 竟然處處暗藏寵物致命陷阱 立即凍張細亡 歡迎收看東章西望 扶貧委員會今天公佈了 最新香港的一些貧窮數字 原來2016年香港的貧窮人口 有135萬2千 貧窮率是19.9% 就是說每五個香港人 就有一個屬於貧窮 對,而這個數字 也是繼09年之後創新高 而計上津貼和綜援之後 這個數字可以說是貧窮人口 只有99萬6千人 但這個數字也是2013年以來最高 對,而長者的貧窮率更加高 尤其是獨居長者 因為他們身邊沒有人照顧 可能還要為兩餐而奔波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能力 也可以做義工、探訪社區的獨居長者 沒錯,貧窮人口創新高的同時 香港的樓價一樣像坐火箭一樣 有升無跌 現在說連納米盤也要賣一千萬 真誇張 你覺得在香港 你有一千萬的話 能買到起碼多少呎的樓呢 四百呎 我想有七百多呎也… 也算七、八呎,一千萬 七百呎?看來你想多了 事關西營盤有個新樓盤 一千萬也只有二百多呎 難道連住劏房也要做千萬富翁才行? 這個樓盤的高層單位 實用面積二百二十一平方尺 未知十呎價要四萬五千元 可能是呎價最高的納米樓 這麼貴,難道這麼做嗎? 看平面圖 一個約七呎乘三呎的浴室 價值一百一十萬 客廳嘻嘻嘻嘻嘻嘻嘻,成為五百萬 而劏房的標誌 開房式廚房也接近一百萬 說了這麼久,主人房在哪裡呢? 納米盤當然是開房式 如果我跟你說一千萬 只買到二百多呎,你買不買? 不會買 為甚麼? 因為太小了 當然不買,你說實際… 因為買都可以,買來收租 個個都轉頭 但有地產代理 對樓盤銷情相當樂觀 本身西營盤的發展 剛剛有兩年左右的地鐵 很鄰近中環上班、中上環上班的人 很多投資者都會找到這個區域收租 投資用 會否帶動同區的樓價呢? 這個業主也會看著 現在的新樓的麵粉價要多少錢 出來後 可能最後也會把二手提高價錢買 有資深投資者就覺得 除了千萬納米樓,還有很多選擇 如果你想租新樓,很開心 你可以考慮的 如果投資的,不如買對面的 可能舊一點的 可能也會賣一萬四、五 或者同區兩、三年的新樓 現在做兩萬,投資兩萬宗左右 所以如果在那個區域計算 我覺得它可能比正常的市價 貴到差不多兩成 現在的樓越賣越小 但越賣越貴 你說現在的打工仔 到底怎樣可以上車 難怪人們經常說要轉工 找一份筍工 要筍工我有介紹 近期有些電視廠商 請電視體驗員 薪金有兩萬元 兩萬元是否算筍呢? 聽說真的,只是上七天工而已 還有做什麼呢? 就是坐著對著電視 在測試電視的各種功能 就是說如果你是中學畢業 你的視覺聽覺可以,就可以回家了 你現在說筍不筍呢? 以讓你說說,有點心動 因為我平時沒什麼工作的時候 經常都會看電視 這份工作應該適合我 不過以下下來 如果大家看到這群演員的話 我想大家都不會捨得走開 昨晚,唐心風暴衫的演員 拉大隊上EYT 扮演經典環節八卦法庭 當年EYT老臣子下雨 寶刀未老,依然令牙利嘴 炸雞臂,炸雞翼,炸雞翼 雜翼,炸雞翼,炸雞翼,炸雞翼 炸雞翼,炸雞翼,炸雞翼 還有詩琦姐在唐心系列的金句 誰是人,誰是鬼 我一眼就看得出,這裡不是法庭 不需要證據,我的眼睛就是證據 還有菊姐要和大家回味 當年在EYT唱歌的日子 節目尾聲 大家還為今天正日生日的香香 送上驚喜,令香香感動得眼紅紅 繼續唱歌 我希望唱歌就繼續愛我 節目結束之後 由蛋哥主持大局和各位分禮物 大家回到童年時,猜包剪鎚作決 好,包剪鎚… 好 青春磨膠叉燒包 再見… 回到EYT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親切? 很開心,因為牧人行的情形 永遠不能再現 今天紮紮兮兮兮兮兮兮 我十五歲時經常唱歌,EYT 本宮 本宮 唱G唱歌 但今天另一個我一定要提到的 就是香香的 好棒… 好棒… 你知不知道EYT是什麼? 知道… 明天晚上的表演 我知道 今天晚上的表演 對,我也看過 有看過 我來看的,是給剪鎚看的 是 Happy Birthday to Ham High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 好,看男人也可以買索紋 可以… 我想買索紋 索紋 優秀的 好… 好… 福禄秀回來了 下星期一連午10時半 福禄秀都會陪著大家 吃個晚飯,輕鬆一下 接下來,福禄秀成軍十周年 Reunion頭炮當然是送分台興大禮 主持齊癲大聖福禄秀 好,節目中三兄弟會使出 他們的超高扮夜本領 金佛 Donald Trump之外 還有超級英雄 大家看得到嗎? 如果不知道 以為我們這個節目 是泰國節目 邊邊有力 我怕你今晚回來的 老婆,我突然回來了 他今晚不在香港 他在九龍嗎? 他… 今晚可以帶另一個女生回去 那不如我們現場 找一個年紀最大的上來 我們是東張西望 你知道嗎? 你怎麼說?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是嗎? 除了爆笑造型之外 更加不少歌舞場面 終於等到你們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 適逢是TVB五十周年 所以我們怎樣都要送一份 好的三十禮物 送給TVB和我們全港觀眾 我們覺得最容易引人笑 最重要就是扮演 因為始終我們一八年 正式成立十周年 所以我們怎樣都要再做多些事 送給觀眾 福六壽會緊接著我愛EYT 在星期一至五晚 繼續為大家大放笑彈 要記住留意 Brian,你這麼喜歡看電視 以前有沒有試過因為看電視 就不溫習或還沒做功課? 這些事情經常會發生 熬夜通頂溫習 經常發生在我身上 但你別以為自己還沒做熬夜 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考試最大的大忌 就是你不夠睡 我以前的經驗就是 如果你真的睡覺前還沒溫習 不要緊 第二天早一個多小時 起床才再溫習 其實是更有效的 如果按照你所說的 溫不及輸的話 我倒不如大覺睡好 我給你一個背景的建議 並不是鼓勵 不溫習就去睡覺 香港人出名公事場 睡覺時間自然少 調查發現香港人上班日 平均熟睡時間只有六小時 一半受訪者還說持續睡得不好 平日睡的時間已經不夠了 如果再加上睡得不好 就真的很慘 真的 睡眠質素差, 影響範圍廣泛 包括記憶力 影響有多大 我們的測試專員 恆美親身試試 測試前才填份問卷 評估過去一個月的睡眠質素 結果顯示 恆美最近也睡得不錯 那她的記憶力又是否真的不錯 是 我想你幫我記住 好 想看看你的短期記憶能力是怎樣 待會我會說出一些數字 例如我說1、2、3 你跟次序說1、2、3便可以 好 好 好, 開始了 6、4、7 6、4、7 9、0、1、8 9、0、1、8 數字一路遞增 可以去到最高難度要記10個 但現在先測一下恆美9的數字 1、7、5、8、6、3、9、2、4 1、3、6、7、9、8、5、2、4 雖然次序錯了,但也很厲害 剛才你做過這麼多測試 其實你的記憶力、集中力 其實也很正常 你睡覺的情況也很理想 我相信你應該沒有這些記憶力 或者睡覺的問題 睡得好就說沒問題 那相反又會怎樣呢 如果真的長時期睡得不好 其實會影響我們記憶力 例如我們真的想記一些東西 會記亂了,甚至會記不到 好像你想記一件東西 好像放不到在腦上 有些時候不是放不到進去 放了進去,但很難才拿出來 在外國其實也有很多研究 就是我們限制了一些人去睡眠的時間 比他們平時少 最後出來,他們剛才我說的表現 真的挺清楚,有明顯影響 想睡得好 有人會在床上用品入手 舒服一點,睡眠質素也可能好一點 但除此之外 睡眠習慣也要留意 要夠黑,要夠靜 有明顯,同時睡前不要吃得太飽 或者太餓 近年我們會看到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就是用手機,或者用電子產品 在外國有些研究都告訴我們 就是建議我們最好睡前 兩個小時不要用這些電子產品 這樣對睡眠會有幫助 同時做多些運動 他差點就在12樓下跌下街 他竟然隔在家裡的梳化底 他倒掛在鐵杂枝上 安全舒適的家裡 竟然暗藏寵物致命陷阱 下一節東張西望 繼續回到東張西望 Brian,見你這麼健碩 應該是健身人 你就要小心 因為有些人很喜歡在健身室 甚至在泳池的更衣室 偷拍赤裸裸的大隻男 還要把照片放上網 不對,我也幫你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中招 不用擔心,我當然檢查過 幫身邊的朋友檢查 他們安全,我也安全 不過這一刻沒事 不代表一定沒事 因為針孔攝錄機 都是防不勝防的 說到防不勝防的陷阱 家裡也有很多 不過說的是關於寵物的駕居陷阱 疏忽照顧,隨時發生意外 不論是小童,甚至是寵物 香港人愛寵如名 偏偏任忙於工作 被迫獨留寵物在家 意外就在你想不到的情況下發生 這隻貓貓 就算在家裡也身陷險境 原來牠捐到梳化底 隻腳被彈弓夾著,差點夾低 這隻狗更慘 整隻後腳被尖銳的鐵欄穿過 倒掛在這裡 如果搶救不及,隨時沒命 救急扶危,拯救生命 除了按摩24小時的紀律部隊 還有牠們 牠們就是動物拯救督察 24小時按摩,隨時出動 這個摩是Edmond和Desmond 今天第一個摩 地點是深水保停車場 到達現場 發現有隻貓被困在私家車引擎 離開不來 Edmond首先確定他的位置 希望用繩索套著牠 可惜空間太細 於是擠貓狹引牠 行不行嗎 有反應,貓狹跑出了一些 終於一手準備好 我剛才看到貓狹拿出來 牠很恐怕它的掙扎 你們會怎樣做 如果貓怕 我們盡快把牠出來 拿毛巾吸頂 讓牠冷靜化 因為牠困在裡面 還有我們有任何工具 swum 貓牠可能會怕 第一扣總算無驚無險 不過一扣做完, 一扣又到 去屯門一個住宅 出事的又是貓 這次是走出窗台 要出動拯救三寶, 繩子、牆桿和網 在這個箱裡 完全看不到嗎? 對, 但下面那層就陰謀 好 去到下層, 到底那隻貓走了去哪裡 看到了, 很吶煙 那隻貓已經退到窗台邊 隨時都會掉下街 12樓那麼高, 貓由狗命到無名 立刻就要決定拯救的方法 現在看到那隻貓在窗台上 其實你們可以怎樣做 我們首先拆掉窗花 看看我們的工具 慢慢接觸它, 看看它有什麼反應 看看它是否害怕 如果害怕, 我們可能再轉另一個方法 就是像捕貓籠一樣 但現在看到它這樣, 會否有危險 有沒有即時… 它也有, 因為貓有好奇心 有機會看到下面的事物 或者它會再跳下去 牆桿套好繩之後 就慢慢伸出去, 貓不動 但是肝不夠長, 主人嘗試用貓糧引牠過來 沒有反應吧, 怎麼辦 牠們二話不說, 即時下去五金舖 放一支膠管上來 拼牆之後再試一試 牆桿慢慢伸到貓面前 貓突然退後, 整個屁股半天吊 牆桿就掉下去了 大家的心都來一來 在最危險一刻, 成縮兔著貓 主人, 拿來看貓袋 給你看 不過貓還還未離開險境 要慢慢把它拉回來, 再釣進屋 終於大功告成了 主人立刻也鬆一口氣 剛才安心很多 看的時候很害怕 最怕什麼? 最怕它掉下去 其實貓貓走出窗外的情況經常發生 所以牠們每次都會叮囑貓主 一定要做好防備 因為很多時候貓主 大家都…可能會疏忽, 裝個網 大家可能以為養了隻貓很多年 或者五、六年 牠們會覺得隻貓不會出去 但其實一次如果出去真的有意外 那隻貓可能以後都看不到 很多時候在舊貓過程中 貓都是處於受驚狀態 萬一用繩索也不行 就可能要用更危險的方法 游繩救貓 牠們要攀爬出窗外 游繩到外牆不同位置 不論是窗台頂 又或者是水管邊緣 總之就要喜歡動物救回來 這麼危險, 成功率又高不高呢 我覺得我的成功率都上是高的 可是有兩個頂部瀏規格 真是高的 但要有幾隻貓, 這麼多角度 所以我懷疑這種狀態 我還是想破壞在相比 外面積來的 所以我們這隻貓已經有少許多 然後你們看到很多状態 在看得到各地狀態 會沒問題 可能只是色情下 我們狀態型就是喘這個狀態 就是偶減Ga 不可能會讓牠們是嗎 而且他很適合 在牠們都可以盡量 在牠們的四公 經過觀測,發現一共有五隻貓仔被困 由於貓仔細小 可以在這麼黑雜的空間走來走去 捉牠們好像捉Ean一樣 用繩慢慢吊下去 要耐性加耐性,成功捉到第一隻 一隻過了他們的地道 有一隻白才是過了 堅持加尋著,最終捉到四隻 還有一隻,牠不停避開圈套 好,怎樣呢?唯有用水工 放開水 好,繼續扔… 走過來…看到… 搞定,這次用了兩個小時 終於求到五隻貓仔 其實現在貓仔細小,你們會怎樣處置? 其實現在貓,牠還算是幼貓 我們一般會找到暫託父母 養大一點,讓牠成年再被領養 這天被救出的六隻貓貓 送回總部安頓好之後 就會有醫生檢查 有晶片的會聯絡主人應領 沒有的話,就養大一點 再等人領養 一天工作,救回六條生命 面對艱難和危險,牠們沒有介意 拯救到生命 還為牠們帶來無限的滿足 最難忘的是近期 我們在火炭有一個拯救 就是狗困在山谷裡 其實我們同事都用了兩天時間去找狗 最終第三天,我們就位置到那隻狗 而且一群同事走很久進去 用了很多時間進去 最終我們是拯救了那隻狗 大家都很開心,整個團隊都很開心 雖然這個週末 香港天氣開始煮涼了 但對於候鳥來說 這個天氣才剛好 對,有市民在新界區拍到這個畫面 看到候鳥以V字形在空中飛過 就像空軍的飛行表演一樣 對,你別以為只有這麼多 那就錯了 接著一排有一排的候鳥 隨即在空中飛過 這個畫面也真是挺壯觀 這麼大型的候鳥籤,真的沒見過 我只記得以前郵票 就好像出過一些候鳥系列 那就對了,事關TV50周年 送給職藝員紀念品 就是跟郵票有關 大家猜猜這份是什麼禮物 先看看,很有紀念價值 就是TVB的郵票 斐姐和梁醒波波叔這一張 因為看到他們就好像 回到以前的年代 很棒,可以看回最初 這個是不是在九龍塘的時候的TVB 廣播道 然後這裡是清水灣 是 這裡就是將軍澳 有沒有你的年代看得到 我…我也有些年代 你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Baby Channel這個 最後一個,Baby Channel 我很喜歡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儲了郵票 還有第一屆的香港小舍 很珍貴 這麼珍貴的限量版無線電視 金器紀念郵票和首日峰 又怎會只是藝員同事的專利呢 星期一開始就在中環 還有尖沙咀油谷出售 TVB五十週年台興戒日子 五十位花彈鏈一來不斷彩排大型舞蹈 前天還試玩潮玩意平行車 不過台興當晚不會用 只是讓他們感受一下 我們要假裝風火輪,很輕鬆地走 剛才很多肌肉沒有用的 現在很痠痛,我們跳了兩次 對,我們好像會滑 剛才Toby說要塗爽身粉在我 在那雙鞋下面可以慢慢滑出去 對,這些難度是更高的 我們要假裝有風左輪 但又沒有風火輪 就像當自己是一隻鬼一樣 是,Yulie Yulie 台興當晚五十位花彈都穿得非常華麗 實行視覺加動感 一定能給大家有眼前一亮的感覺 星期日晚八點半的晚 煎聲輝河台興 各位藝人就會樂力演出 但當晚還有得玩,有得吃 因為BigBig Channel 會聯同七間著名食市在移廠舉辦 BigBig Channel台興美食節 到時會邊吃邊開直播 跟大家介紹一下 沒錯,相信到時很多藝人同事 都會爭著開直播 因為到時在BigBig Channel 大家開直播吃好東西的時候 只要累積觀眾次數最多的二十位藝員 就有機會獲得五千元獎金 那我們也要決定親戚朋友支持一下 順便支持我,麻煩你 好 好,今天時間再見,再見 再見 到處都是斷了線的紅色紙繞 雙及雀鳥,藝及行人 到底是誰造成這樣呢? 一元張機票,買單程送回程 念漢城港人旅遊大義之選 但萬一取消航班 只問有什麼保障? 有人試過因此流落異地 留意東張細亡 我既然甚麼都會被集中 劇中 五千元 五千元 嗯 在樓盆